哈喽,大家好,我是碳海燕鸦峰 从大生狼回到家之后,家里就收到一个神秘的礼物 本来按照官方的要求是收到货就打开拍个事情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回来之后呢,因为在大生狼那边得了这个减压病 回来痛了两天,那个真的是痛的是非常非常的酸爽 然后一直耽误到今天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西瓜官方给我送的礼物 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个盒子还不小 打开,我现在也迫不及待 这是第一次收到官方这么神秘的礼物 搞得还挺神秘的,好奇盒 这个盒子挺漂亮的 太激动了,把它强拆 是从这里拉出来的 这个包装挺精美的 还得琢磨一下 哎呀 卡片 这里有123456,6个格子 我们先把第一个格子给打开 莫名其妙 这是文房赤宝吧 这么大一支墨笔 这个应该就是磨墨用的吧 这个真的是文房赤宝 谢谢官方的礼物 以后我会练习一下写毛笔字 再打开第二个 哦 这个是口罩 特别的精美 嗯 也非常感谢了 以后我们出入 这个公共场所 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不给国家添乱 第三个 饼干 饼干 这辣好不好吃 再打开 现在第四个 哇 这是西瓜的棒棒糖 刚好 留给我儿子吃 现在打开第五格 这什么 还有好多 一个玩技公仔吧 这个我也没份了 这个又是我儿子的 西瓜官方想来挺楼道的 知道我有 有孩子那么小 来打开最后一个 春莲 这个应该是春莲 这里面显的啥 好了 那这个我们就先不打开 这个留到我们这里的风俗 主呢是除夕那天才贴这个对联的 然后把这个对联贴上去之后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红包 红包带 这红包带看起来挺不错的 还有啥 哦 还是春莲 这是我们中国的对联 好了 这个礼盒全部打开完了 所有的礼品 我们也一一给大家展示了 大家呢 也看了我视频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官方给我们送的礼物 这个就是西瓜视频给我们送的这个新年的礼物 最后呢 我就想说的就是 首先 要感谢西瓜视频这两年以来 对我们创作者的鼓励 还有对我们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西瓜视频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的碳海文化 能展现在大家的这个视野里面 还要感谢的就是 新老朋友们对我们视频的支持了 因为大家在视频里面每一个点赞 每一个评论 还有每一个转发 对我们视频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 探海视频的一个支持和喜欢 也祝福西瓜视频 夜半也好 那现在春节也临近了 最后呢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祝大家合家幸福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